OK 兄弟们大家好 我是大炮 今天的话给兄弟们解说一下剑回断交赛定心神木灵vs打工人的一个模范称 比赛的话一共是打了有27回合 打了有27回合 回合数的话也是在剑回断交赛里面算是回合数比较久的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 这个比赛的话是两边的这个锦衣啊 这个审美观的话两边都是特别的相似啊 这个审美观反正四个字来形容的话一言难尽 两边的这个审美观 对面的话绿色观战番的话土毛 好吧 比赛的话第三回合 观战番的话驱散对面的一个法师反应 对面的话是想起法凡大圣 对面宝宝有驱散观战番的一个定心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其实观战番打的不够细节 好吧 下次的话得跟珠浩的说一下 观战番 哎 观战番的话 他 哎 其实你说打的不够细节也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观战番一定要提前起鬼眼 早点起鬼眼 早点起利润 就是对面驱散的话可能不会驱散到定心 他可能会把鬼眼给驱散掉 这个也是一个小技巧 所以说观战番的话先出小孩的话也是没有问题 其实打的也是挺好的实话实说 鬼眼一定要早点起 对面的话电宝宝电的很痛 对面的话起鬼眼 观战番的话有定心 三层风鸣的风卷 这边的话追对面的一个后排追 对面的话起了一个法术反应也没有追踪啊 有一点可惜啊 对面出了一把天下第一顺 讲道理啊 还是摩帆寸打传统法系 摩帆寸的优势要大一些啊 而且摩帆寸的话有医素啊 比赛的话第七回合 关战番的话有定心啊 三下也不低啊 关战定心就十回合 把过完十回合尾了兄弟们 比赛的话第八回合 对面直接驱散掉对面的一个法术反应 并且送了对面一把误魂 路易小小 对面的话是有弹了一个闪现 关战番宝宝宝没有神 应该是要出一个追啊 不出追的话对面 法术反应驱散不了 很难办啊 对面一把分身 场上面的配数不多 对面直接一把分身分进去 关战番宝请三连 没有选择出追 OK对面宝宝又生 那对面这个宝宝一神 法凡大阵就起了 好吧下一回合的话 对面后面宝宝可以起法术反应远 这边的宝宝顶个药很稳了 OK对面的话 可以看得到 对面 打工人现在就是 这种法凡驱散阵法 跟你的一个法系打 我觉得轰炸机碰见头也晕 轰炸机那边的话 不是也转神灵了嘛 我觉得轰炸机碰见的话 头也晕啊 对吧 你本身 魔帆寸 亲这种法术反应的宝宝就有 有优势 就是 法帆 驱散大阵一起来 关战番的话 法术反应的话也 OK 这宝宝神的 我终于知道对面为什么要搞一个绿色的衣服了 好吧 很懂啊 宝宝是比较容易生 对面直接给关战番的小孩打尺 比赛的话是二回合 一共比赛打了27回合 那证明 对吧 这个比赛的话还有剧本 对吧 宝宝的话没有闪现啊 关战番抓了一个闪现的一个 这个是一个签索 要顶要 不过对面的话有鬼眼啊 对面的话先分身 这种宝的话 就是不顶血的情况下 链电必须得死 OK 对面这个法反大阵一起 看一下关战番怎么破阵啊 这个是很难破阵 说你们 只有驱赛能够破阵 没有驱赛就破不了阵了 实话实说 因为他秒不进去 OK 对面的话直接点关战番的一个人物秒 因为小孩 打过尺之后啊 伤害也没有那么高 等于说关战番顶着 罗汉秒对面啊 比赛的话15回合 前数的话破分身 对面这一回合的话直接点小孩秒 等于说可以直接秒到两个宝宝 点的是小孩秒 不显然关战番破分身 利皮坤 宝宝有神的还行 比赛的话16回合 还是点的是小孩秒 这边的话是有一个护盾啊 关战番的话就等于说顶着罗汉秒 比赛的话17回合 看一下对面是不是要出隐功啊 对面老虚散关战番的这个鬼眼是个什么意思 对面这运气不是特别好啊 这个轻视的话没有出啊 这边的话产生的配速还是比较多 除了一个驱散的一个配速 比赛的话18回合 那等于说还有 还有将近 10回合 看一下哪边能赢啊 就对面这三个黑色童子 但凡有一个神佑 关战番都赢不了 真的 就神两个的话直接可以逃跑 OK关战番小孩又神 看一下对面宝神不神 OK神一个 神一个 基本上关战番就得输 输了70% 再神一个就可以逃跑了 好吧 神一个的话 基本上已经输了70%了 因为这个时候关战番宝宝根本出不起了 对面如果说但凡再神一个 对面还有一点灵源 可以给关战番小孩再来一把尺 对面直接 就是对面也挺不够意思的 说句心理话 这宝宝好不容易神了一把 对面直接给宝宝换掉 出了个利劈 你看 出了个高鬼魂的利劈 关战番应该是要出一个高 高级驱轨的一个引爆 这个宝宝我熟悉啊兄弟们 关战番的话不好玩了一把 我觉得对面没有必要换换啊 比赛的话21回合 关战番的话 四层风铃 风卷 我觉得换了好像有一点亏啊 不过这个时候还是对面宝宝骑啊 一把分身分进去 那关战番的话宝宝卡要 就泼不了分身 分身卡不了要 罗耶消消 对面还有地厅 还有工地厅 关战番这个时候 还有一个宝宝 对面电倒 下一盒对面可能会要出地厅啊 OK 那下一盒出不了地厅了 关战番这一盒出宝宝了 那比赛的话应该也 也就差不多了 神木灵打磨三寸 反正传统法系的话 你除非线那个 环家轰炸机硬件那么好 能够弥补门派上面的不足 才有 就是你能显得到啊 你环家轰炸机为什么传统法系 对吧 有可能可以赢了 对吧 对面打工人满打满算 我就算这种单贴号满打满算 两百万 环家轰炸机一个好像七八百万 懂了吧 所以说话同等的硬件下面 就打磨翻寸的话 基本上比较困难 比赛的话26回合 对面现在分身关战番 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有一个宝宝 宝宝拉人破不了分身 破分身就拉不了人 而且对面是一速 对面拉起来一把一秒 对面一把分身 很简单 对吧 一把分身不给机会 OK没有选择分啊 一把五雷走27回合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